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興 黃金,剪刀腳,炒股不炒市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指升了83點,收募23,977點 成交不算活躍,一千億不夠,是965億 今天港股牛皮靠穩 昨晚美股升了四百多點 但是港股今天不算升得多 最主要是因為昨天港股已經出先,見底反彈 星期三的時候,回了下去,然後先低後高 今天星期四就再彈多一點 上高就受制於十天線 下面就是二十天線,差不多有支持 大家都知道,經常說來講去 十天,二十天,五十天線那些 升破跌破,黃金交叉 我今天就借這個說法,就是黃金剪刀腳 所謂的剪刀腳,就是現在夾在中間 指數在十天和二十天線之間 不上不下 大家看看恆生指數這幅走勢圖 今天,一顆十字星 大概兩萬四關在增持 在十天和二十天線之間 綠色那條線就是十天線 衝上去之後頂住 十天線有少少上,好像向下跌 二十天線就是金黃色那條 有少少想咬上去 究竟十天、二十天線現在是怎樣走呢 究竟會不會十天跌穿二十天線 形成一個所謂的短期的死亡交叉 還是繼續保持十天線 在二十天線之上,黃金交叉圓繼續上 這個就是未知了 形成了一個剪刀腳 所以市場其實沒有什麼方向 大家的資金 就不願意在那些大價股上高那裏 放進去很多 這是一個牛皮代變的格局 可能再過幾天 就要期止結算 要等結算 四月都差不多過了 反彈又反彈完了 是不是會五窮六絕呢 又有沒有機會呢 又有機會的 因為其實現在看美國在五月份 復工復產那些基本上 都真是牙煙 因為昨天疫症的人數又飆了上去 整體而言 現在都是代變格局 恆子不斷地代變 國企指數一樣代變 都是在十天牙天線中間那裏夾住在那裏 即是黃金剪剪腳 就是這樣 在那裏牛皮代變 大市沒有太大的方向 其實不單止恆子國旨是這樣的 這個道指都有些類似的情況 不過對道指好少少 又似乎想衝 為什麼它可以想衝呢 就因為美國有推出第四輪刺激經濟方案 雖然金額四千多億美元 對我們輕來的四千多億美元也很多 但是對於之前來說 它那些已經去到兩萬多億的第三輪刺激方案 第四輪的不算多 雖然不算多也好 都有一個刺激方案在這裏 今晚星期四晚 就有機會去到眾議院那裏表決 如果通過到的話 又會放水 四輪之後 不要以為結束 會有第五輪經濟刺激方案 第五輪的規模可能和第三輪差不多 雖然未必大得過第三輪 第三輪是2.2萬億美元 第五輪如果是有2萬億美元 或者1萬5千億美元 都很多錢 所以市場 為什麼美股想跌跌跌 但是又跌不下呢 就是因為經常都有這些刺激方案 但無論如何都好 總之 美股也好 港股也好 暫時主要指數 都在十天線和二天線之間 珍持 黃金 剪刀腳之間 方向其實是不明的 短線來看 就是炒股不炒市 如果你要問我股 我就覺得偏弱機會大一點 因為現在 大了上去 亦都跌穿了這個主要的支持位 例如4月16日的低位 2萬3,854點 3月27日前浪頂 2萬3,791點 即是2萬3,88區 曾經被跌穿過的 是應該要減持的 減持部分 不需要走光 4月2日低位 大概2萬2,700區 如果跌穿過才是清貨的 暫時未是 但是減持完之後 是不是這麼快又看好呢 又不是 當然提財股可以 炒股不炒市 但是這個大價 或者那個大方向 暫時來說 就仍然不明朗 如果你看 主要的股份 例如重磅股的騰訊 它也像是一個 去到差不多 增持的格局 它去回 之前這個 2月高位的了 2月高位420元 4月17日 419.6 只差4毫 即是到前浪頂 之後在400元到420元區 增持 亦是一個方向不明的格局 所以大使 為何也在這裡 增持著 要等 可能等多幾天才有明確的方向 衝上衝下 我現在這一刻 比較稍微偏淡一點 近日的焦點 就是這個 旗幼 油鑑 都要和大家說一下 旗幼 這些跌到-40元 是甚麼一回事 是夾仓 夾好仓 平時夾淡仓 它又不斷升 夾好仓 又不斷下 因為它改了 CME 芝加哥 皮貨交易所 突然間 在4月8日 就說可以變負數 可以無限低 改完合約之後 就給大鱷 甚麼就折 折下去之後 現在說出來 中銀的 旗幼保 在那天 是跌結算的 原來 真的要用到 -37.6 那天的 settlement price 就是那天 旗幼保的結算價 輸到飛起 即是擺明被人夾 被人玩 夾完之後 實際上 5月旗幼 那個expire 那天 最後的口價 不是負數的 是9.0多的 不要算那些9-50元 還用9元計算了 即不是負 怎麼會是真的負呢 是吧 但是那天 如果你是 賺下去那天 被人斬倉也好 平倉也好 那就負了 這個就是被人夾倉的結果 實際上 如果你一張期貨 即是商品期貨合約 如果你要的delivery 即交貨給你 那個價 最後的expire 那天的價 其實是9元 不是負數來的 雖然9元一桶 其實全世界都沒有哪一個 產油的 國家 真正平均價 是可以不用虧的 俄羅斯也要十幾元 沙特阿拉伯可不可以低過9元 我不知道 因為他布蘭特有都沒有那麼低 沙特那些 全部 俄羅斯那些跟布蘭特有 布蘭特有從來沒有跌到低過 不要說負數 10元都沒有 這個是WTI 即是美國的棋油那裏跌 美國供過於求 說什麼鹽含棋油 刪不了什麼 那些我就覺得 找來講 難道真是虧幾十元一桶 都要生產嗎 雖知道每桶油 其實他們生產成本 大大話說 都要30元美金 這個已經很保守 其實鹽含棋油不止這個價 什麼說到有生產力 那些很厲害 那些可以低到多少 是部分油箱 很少部分 大部分不可能是這麼便宜的 30多元一桶 起碼生產成本 如果他要負30多40元的話 即是他每桶油要虧 六七十元 有什麼可能 長期虧下去沒有可能 但是這些斬倉這些 期貨市場這些 和一些大惡交手 就有可能 好了 跌了下來 那怎麼辦 之後他其實都好 昨晚沙特 是要準備減產 俄羅斯準備減產 陰謀論來說 誰最想美國的油價倒閉 大家想想 誰最想去減產 是沙特 沙特後來和俄羅斯 因為減產不成功 他才發脾氣 說我真產 才堆倒油價下來 會不會 有人陰謀論 我陰謀論 有人 特意堆倒其友 堆倒美國的同業死了 全部要關門 他就可以作響其盛 是不是 然後有些大惡 又看到 CME改例 借此機會 就是什麼 把油價倒閉到 歷史低位 我視油價負40 那天 是一個 不可思議的靈異事件 因為你半夜三更 其實那晚我一直看 做到三、四點 看著他跌到負數 然後穩穩穩 原來可以改成負數 然後跌到負40 有什麼可能 你半夜起床 看到油價 從來沒見過 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靈異事件 很靈異 以為自己真是發夢 進入了夢境 誰知道他真實 但是真正的油價 又不可能那麼低 你這個是一個期貨的合約 現貨他不是沒有做過那麼低的 這個期貨合約 再說一次是合約價 即是 他真是 Expire Day那天 那個價不是那麼低 好了 被人夾完就好了 那現在怎樣呢 現在其實他有些反彈 是不是 因為準備減產 那這裡有一條下降軌的 現在當然未升穿下降軌 要升穿下降軌 才真的有機會回復 這個升勢 但是有些反彈跡象 反彈 今天見過15元 6月期有 有沒有機會再高一點 我覺得都有 這條下降軌大概就是20元左右 20元現在可能是一個重要阻力 就是這一棍 這一棍 4月20號那天的高位 17.8毫 之前那天 4月17號的高位 20.2 即20.22 這個位 大概20元這個區 是一個重要阻力 來的 但是如果你反彈上去 真是不幸運的話 做了 受不了的 不想再拿 例如好像3175 到時就走 但是 如果不是 有能力的 那 拿下去行不行呢 那就是看你是否真的決心 拿下去 如果不是的話 到時反彈高位 就要走了 如果決心拿下去 我覺得 油價不會長遠是 真的那麼低 但是短期的幾個月有機會 甚至有人估計 是會再夾多一次都不出奇 例如夾到什麼 負100有人估計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再一次靈異事件 還要再靈異多一倍 但是 實際上產油 是要成本的 沒有可能那些油 是便宜過汽水 負價 是甚麼 不是便宜過汽水 即是直接不用錢 還要送錢給你 這個是很靈異的 所以 長遠是不會可能這樣 短期 被人家夾 就沒有辦法了 如果我們做散戶 你不想被人夾 不想甚麼 那當然不玩 就是沒有辦法了 止蝕 如果你是守得下去的 守 守一排 多久 一年半載不頂 三幾個月不頂 我講不到多久 因為這些這麼靈異的事件 從來沒有發生過 這個商品價格負數 這一點 我不敢說可以多久 總之是會解決到的 是會變回證數的 是會變回成本價之上的 現在這個價 是成本價都不如的 是會上得回去的 我只能這樣說 好了 說到炒股不炒市 我們最後也要講一下 真是可以炒的 今天跟大家講一下 教育股 宗教控股 宗教控股 今天公佈了業績 升誕成一成 烈口上升 我估計這隻股有機會破頂 這個 2月26號高位 12.12有機會被升破 不單止 其實之前還有高位 之前還有高位 這個高位 因為它的業績 增長得不錯 增長六成多的盈利 這個高位 之前的高位 這裏十三個多 大概十三個半左右 十三個四毫一 最高位 你當它十三個半左右 是有機會上網這個升破的 甚至乎十四元都有回到 當然中期一點 今天是一個 撻著的現象 是好東西來的 好了 教育股 宇華教育 本身這隻 本身已經創為優身高 即是歷史高位 上到6.9毫半收市 最高見過7.03元 這些 逢低可以吸納 思考落 1769 今天 有點像撻著 一棍大棍上來 之前前浪頂 這個 十二個多 1月14號高位 12.8毫六 大概13元的水平 是有機會被升破的 教育股 重新被看好 之前 物館股升了很多 醫藥、醫療器械 例如春立、愛康 這些都升了很多 現在輪隊資金 走回去 又想玩這個教育股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教育股 今天時間 講得比較長 講了差不多15分鐘 因為講油那裏 講了很多 其實大市比較牛皮 油那裏 比較juicy 實際上 如果真的要找食 現在大市 沒有什麼方向 就找些泰財股來玩 今天跟大家講講幾隻教育股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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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